浓浓咖啡香 许多人抗拒不了这样的诱惑 早上就是必喝 吃完早餐就喝一杯 这是习惯性嘛 午后来一杯咖啡 缓喝紧张的生活不掉 在喝咖啡过程当中会比较轻松 然后把心情放松 喝习惯了不喝就觉得 整天哪这样情绪上就怪怪的 70岁的林先生虽然上了年纪 固定每天来上两杯咖啡 他说喝咖啡能提神 让自己更有活力 反倒是太太几乎都不碰 我很喜欢闻 闻咖啡香 但是喝了就怕睡不着 曾经有过经验就是喝过以后 一整晚都睡不着 而且我还是在白天喝的 体质敏感一点 喝咖啡睡不着的大有人在 咖啡因本身是我们人体 限干的强效解抗剂 所以会造成一些促进一些 兴奋性的神经物质的释放 所以有些人都是认为说 喝咖啡的话可以提高一些 注意力 警觉性 还有提高这个精神 咖啡对人体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 咖啡能降低饭后血糖上升 降低糖尿病发生率 对糖尿病患者有帮助 还有一个说法 咖啡里的抗氧化物可以抗癌 目前的有部分的研究是显示说 它对于人体 床味道的癌症 是可以降低那个危险性 主要的话就是在口腔癌 肝癌 以及大肠脂肠癌这几个方面 不过需要更多的证据下去做支持 而对于每日摄取钙质含量偏低的女性 过量摄取咖啡因 可能加速骨质密度流失 造成骨质疏松 甚至在一些比较瘦的女性的话 高浓度的 高剂量的咖啡因的话 也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的部分 喝咖啡小丁宁 卫福部建议 以前以300毫克的咖啡因为限 大约是3到4杯中杯咖啡的量 建议不加糖 不加奶精 以偏向黑咖啡的方式来摄取 来减少精致糖跟奶精 对我们的肥胖清洁管上的影响 那如果说不习惯喝黑咖啡因的朋友们来说 我们可以用一些牛奶 来中和一下咖啡的苦涩味 不加糖 奶精 健康喝咖啡 才不会造成身体负担